节目的时候很有争议啊 说是 最好是有边唱 然后呢要边跳 但是呢唱也不会唱啊 唱不好啊 最后呢不会说不会唱 没有关系 有这个音乐 我们把它跳出来 我相信中国朋友都会满意 今天听到你们的掌声 估计他也心满意足了 不枉费他这两个月的安排啊 谢谢谢谢 下面这个节目啊 真的我都介绍不清楚 因为他给我解释了半天 说了半天 形容半天 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给你们描述起来 但是我始终相信 今天这样的相聚啊 是一种缘分 各位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缘分 大家说好不好 这一次做到你身边的亲人朋友 有人爱人这么多几千个 这些朋友在中国也不一定经常相见 谁曾想到 在我们几十岁的今天 能够在异国他乡一起度过 这么多美好的时光 所以亲爱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每一个你身边的朋友 对他多一些微笑 多一些掌声 多一些快乐 让我们的旅行 多一些美好的回忆 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你们说是吗 是 掌声应该要热烈一点 我知道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在大汉民国的舞台上 这些演员们如此热情的演出 你们给他鼓掌 这是应该的 如果你这次不鼓他鼓掌 我告诉你 下辈子你想再给他鼓掌 很难很难 下面这个节目 就不多介绍了 您自己来细细品味 这些正宗的韩国味道吧 请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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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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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